中兴国中棒球队人数高达百位 学生们不仅需早起成练 在下午晚上也都要训练 但目前中兴国中棒球队在各项物资上都相当缺乏 为此 在重要向慈隆公了解相关情形后 也立即捐赠数十项泡面、鸡米、水果等多项物资 希望球员们半夜肚子饿时能够吃得饱 中兴国中棒球队教练廖维迅也表示 相当感谢曾议员、慈隆公及地方理长代表等人的关心 未来中兴国中棒球队一定会持续努力 争取更好的佳机 就是很感谢议员跟内心理的这些小民 能够赞助我们中兴棒球队 提供这些物资给我们小朋友吃 也感谢各个一些赞助的企业老板们 能够继续为我们中兴棒球队 这些小孩子能够在球场上能够继续发扬广大 未来的话我们就是会往更好的发展去说 带领这些球员们为难投打一些美好的成绩 先议员曾正言表示 中兴国中棒球队经费较不足 加上球员数多 在各项物资上都相当缺乏 球员们平时半夜肚子饿时都没有东西吃 这次也深深感谢中疗像石龙公对于球员们的关心 未来也会持续努力向各三星人士及企业 大力争取支援 补充球队各项物资 感谢我们中疗像石龙公 上差不多六十几星的套篇 让我们中国中棒球队 这样温暖输送给需要温暖的人 因为我们的棒球队 小孩有差不多百亿 这些都中国中的小孩都振在担 都差不多十五六块振在担 他们都整天没没没 一没日子都在运动 这个晚上不得要 所以说我就向国家的担威 来帮泡泡 给亲人朋友吃 这些小孩有超百亿 我们要国家的未来祝福 先帮他鼓勇 鼓勇好 让他生意越打越好 中心国中棒球队长期以来 为本县争取许多的佳击 在全国赛当中也荣获许多优异的成绩 对此张医员也表示 球员们平时每天早上晚上都在训练 但却经常发生吃不饱的情况 也希望就此次的捐赠仪式 各参新人士及企业能够重视 一起发挥爱心来帮助他们 记者兄弟 南投台方报道